中国海军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,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发展,简直像是做了火箭一样, 回顾一下当年的弱后,才感慨如今的强打,只有对比了,才能如此震惊,回想一九九六年危机那时,中国海军唯一拿得出手的舰艇,就只有一艘052型驱逐舰,其他都是清一色的被美国海军校为古董的051型驱逐舰,当年的心酸是可以体会的,只有一艘点防御防空能力的,所谓现代化舰艇来撑门眼, 后来他也成为了外交明星舰,只因为他的对大点能走得更远,我们把其实点定在一九九九年,当时的中国海军,其实也没多少新造的主力舰艇,当年的新型驱逐舰还是少得可怜,只有两艘052型和一艘051B型,建造数量极少, 而护卫舰数量是有所提高,5艘053H3型护卫舰,它拥有和052型和051B型一样的电防御防空能力,但只有八枚HQG型防空导弹,无被弹,显得有些大搏,在那时的中国海军力已经算先进了, 经过了十年的发展,时间进入2009年,素有大山支撑的071综合登陆舰,中华神盾舰支撑的052C,中华俄盾舰支撑的051B,中华现代籍支撑的052B防空区逐舰成双成对的服役了, 有新四大金刚支撑的956E和956EM驱逐舰也从俄罗斯野舰了,那时驱逐舰的数量开始有所上涨,护卫舰的队伍也开始增加,053H3数量增加到了10艘,新型的054和054A大型护卫舰也开始服役了,那十年真的是好事连连, 随着国产舰艇的各项技术突破,使得中国海军的装备水平达到了天所为有的高度,为未来十年奠定了发展的基础,明年就是2019年了,我们即将又要迎来海军的发展十年,中国第一艘航母001月2012年服役了,国产第一艘航母也于今年是航了,明年服役是明摆着, 大山071中和登陆舰的数量也增加了,预计明年能达到六艘之多,万吨级大型航空驱逐舰055也将于明年服役,052B驱逐舰也将迎来更多的耗续舰,052C驱逐舰已经停产,但数量已经达到六艘,那护卫舰更不用说了,简直就是疯狂的下水,疯狂的服役,下饺子试得一波一波的, 054A护卫舰到明年的服役数量将达到30艘,056和056A轻型护卫舰数量,到明年将达到48艘以上,看了这二十多年来中国海军的变化,从近海走向远海,从远海走向越洋,舰种也越来越多,多也越来越大,武器装备也越来越强,所以我们相信,星辰大海不是 星达德克争隆大海能,星达德克争、星达德克亭,星达德克争,星达德克亚,無力的灾丰美的托捷, 星达德克争和白价达德克争 星达德克争、星达克争和德克争、星达克争和德克争不讯他,